我们刚刚讲到的光反应 其实跟我们氧气的来源 就是光合作用中氧气来源的相关研究历史 有点关系 我们就提到1929年 美国科学家范尼尔 他在研究硫细菌的光合作用 所以可见光合作用的生物多了 硫细菌也行光合作用 不含什么绿硫菌子硫菌等 可是他发现这些硫细菌 他们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原料不是水 像我们以前学的是原料是二氧化氧跟水 可是他发现硫菌不是 硫菌的原料是硫化 硫化氢 所以才叫硫细菌 他利用硫化氢当作光合作用的原料 对不对 好那他就发现 这些硫细菌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他的光合作用产物没有O2 没有氧 而是硫的结晶 他就把他的反应式写成这样子 二氧化碳跟硫化氢形成糖类 这C1H2O就是碳水化物 这是糖类 加水加硫的结晶 没有氧气产生 可是他我们也知道 那个绿色植物 绿色藻类或是蓝绿菌 其实光合作用时有氧气 所以当时科学界出了一个难题 光合作用产生的氧 是来自于哪个原料产生的 当时理论有2 1你看他的原料 二氧化碳有氧 水也有氧 所以是二氧化碳的氧 来自就形成氧气 还是水的氧 元素形成氧气 有两个来源 那范尼尔呢 没有办法做太多实验 因为当时1929年 没有多少工具 他就用反应式的比对 你看哦 这个是硫细菌的光合作用 这是一般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你看我的绿色植物产生氧 可是我的硫细菌 没有产生氧 是硫 你一比一比 我的硫来自于硫化氢 那你们的氧 应该就来自于水了 因为H2S和H2O很像 所以当时范尼尔就提出他的理论 他认为经由光合 就是一般绿色光合细菌 跟子硫菌 绿硫菌 这些硫细菌的光合作用 反应式比较 他认为光合中产生的氧 来自于水 而不是二氧化碳 可是当时科学家说 真的吗 你没有办法证明啊 那他只提出这个理论 后来的科学家 利用氧的同位数做标定 这个18个要上标 好 有些实验是把标定出氧的水 当原料 去让植物型光合作用 另外一组实验 是用氧18标定的二氧 二氧化碳 去让植物型光合作用 分两组 结果上面这组发现 光合中的氧带着氧18 是不是证明氧来自于水 没错 另外一组的二氧化碳的氧 标定成18 却是在葡萄糖跟水里面 发现了氧18这个同位数 氧是没有的 氧是一般的16 所以我是晚期才被证明 氧来自于水 就是我们之间所教的光水碱 水被分解就产生氧 第一步就产生氧了 这个副产物 以上这是氧气来源的 相关研究 谢谢大家 请阅 osob 谢谢大家